哇 漂亮 哦 打完赢一分啊 哦 那一边居然没打进 Ding John Wei 26 昨天 John Higgins 一个六分球正队没打进 然后 一个黑球底带也没打进 然后这个 Showswell 一个 两分的调球 居然没调到 而且不是没调到的问题 是没调到 犯规 这一局送的非常非常大 那这两人现在开始斗最后一颗的黑球 Steve Davis真的没想到自己上台 是以这种方式 由于对方的一个简单失误 而导致的问题 稍稍有点大了 但是要靠边 要尽量靠边 哦 好 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个球看得近的 确实是很难打 是 就算给你摆到面前 离很近的距离都未必打得近 好 下了一点点的右伞 定单好球 打掉 把它打走 但是力道不够 哎呀 这个比较冤 但是呢 好像过了一点点中线 是没问题 角度上一定有的薄 无外乎 这个跟中线无关啊 只跟角度有关 但是呢 这个要注意主球的方向啊 是不是有摔带的角度 所以他好像没有攻 直球 三颗星走 主球两颗星沉 就比较标准的打法 但这种打法呢 是控主球不控上面这颗球的 我们上面这颗球到哪里呢 自己心里面要有个准备 因为这种球啊 一转桌的话 很有可能就奔向带口 所以力道控制和干法控制上 要求很高 攻了 哇 这是一杆攻 打到这里呢 所为丁俊辉来讲呢 应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对 Steve Davis不太可能再送给你更好的机会 这杆球就是举杆进球了 很认真的 中杆 哎 还是不进 但是主球呢 是伸着腿的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 他用中杆就是往回走 但这个球其实他没有带着很强的防守意图 只是要把它打进而已 但竟然没有打进 好 你打两边分 一打两边分 老爵爷确实这个招数确实有绝活啊 嗯 招数既简单又实用 哎 你一杆两边分呢 我也是一杆两边分 对 竖我来分 对 这种球呢 也就是打的角度和力道呢 也控制的比较好 嗯 基本上就是半颗左右 半颗多一点 半颗少一点 根据不同的角度来处理 走走 嗯 有点小机会 也不一定赶 因为距离比较远 就是黑球离带口的距离啊 两边都比较远 嗯 一旦这个球打不好 主球可以控得住 但是黑球啊 吃脚到底是什么状况 心里没底 好 这样描是要攻 是 厚 二手 一手 很严肯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 打薄 这个球呢我想它不硬是攻球的 就是往薄里打 也是一杆两边分 我这只是在上排